夏日优惠首播于1998年 由世纪末美少年 百元虫 田中美卓子 陶景勋 高桥客典等主演 由百元虫饰演的盐田手 今年21岁 他们一家七口 以经营水上居酒屋为生 小手是次男 自从大哥毫无征兆地离开家之后 他就担起了原先大哥的责任 今天小手驾驶着他家的船 经过名为玛利亚的旅馆 第一次看到了 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潮子 潮子也似乎对这个小鲜肉充满了兴趣 他本是一名34岁的主妇 有一位奇葩丈夫 市民于收集各种怪物周边 除了最基本的模型手办 他所用的雨伞 包括家里的闹钟 都充满着怪物的元素 潮子的丈夫任职于市政府 有点爱好分散一下压力 都还说得过去 但这货已经跟潮子结婚四年 先不说没有孩子 他们连最基本的房室都没有一次 因为丈夫一天到晚 就待在他那间闲人物尽的世界里 天天买菜想着煮一顿什么好饭 但丈夫却只吃蛋包饭 总之要吃得快 吃完回去玩省办 潮子商量要一个孩子 毕竟这样的生活也太没意思 但没想到 丈夫却很有自知之明 他自己就是个孩子 还要什么孩子 就这潮子也忍了 因为也不是一次两次 直到他帮忙 给丈夫送上今天刚到的快递 丈夫开门不慎将他滚落楼梯 丈夫竟然第一时间去查看了 他价值28万的模型的安危之后 才顺带地问潮子是否有事 这一幕让潮子想通了 姐姐我不陪你玩了 陪你的怪物过去吧 他收拾行李 去银行把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 打了个低 让司机把他带到一个 能忘记这里的地方去 于是他就到了这里 这里生活着许多来日本打工的外国人 虽然有点小混乱 但又充满了生活气息 潮子四处看了看 坐在河堤上休息 同时也引起了旅馆房间里的 一位成熟姐姐的注意 见潮子带着行李 又对经过的小手充满兴趣 他猜想潮子身上一定有不少故事 于是在潮子准备在他所住的旅馆办理入住 老板娘答非所问 与潮子谈出恋乔治时 他适时地出现 熟练地帮潮子办了手续 避免了听老板娘 自顾自地说乔治的故事 潮子本以为对方是店员 把自己带到房间就会离开 但这大姐却很自来熟 明说她是个作家 因为想知道潮子有什么故事 好让她吸取一些灵感 潮子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即使有故事 也不是可以和陌生人分享的事 但随着这位名叫真有美的姐姐 递过来一瓶啤酒后 她就不知不觉打开了话匣子 真有美听她吐槽奇葩丈夫 觉得实在是很有趣又有毒 潮子害怕继续这么下去 她会成为一个早早就忘记 什么是心动感觉的大妈 好歹她年轻时也是一只花 现在明明有丈夫却像手寡 实在太可怕 所以她才会离家出走 还深知自己的离开 丈夫不会有半点可惜 她在乎的只是那些怪物而已 于是潮子离开前把她的新玩具拿走了 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而另一边刚招呼好客人 忙碌了一天的小手一家 终于闲了下来 吃了属于他们的晚餐 洗碗的时候 最大的妹妹失知 跟小手弹起 已经很久都没有回过家的大哥 以及家里的那些债务问题 阿手安慰 妹妹都没问题 有她在总会有办法 随后拿上她的吉他 到那个河堤上弹琴唱歌 舒缓下生活的压力 不知不觉聊累了 刚睡着的潮子 听到了窗外传来的声音 出去一看 竟然就是今天开船的小哥 吹着夏天的晚风 听着小哥的自弹自唱 潮子渐渐有了久违的感觉 小哥唱完 还忍不住给小哥鼓起了场 小手回头张望 潮子已消失在窗口 此时的他摸着自己的胸口 再次感受到那种怦然的行动 第二天 潮子坐在河边 思考这一百万应该怎么花 刚好遇到出版社的胖哥经过 问他 真有美是很有名的作家吗 胖哥之无不言 至少在某个圈子 确实是很有名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写的小说 都是桃色的 刚看到这一幕的真有美 倒了一杯茶给胖哥 真诚地拜托了一件事 真有美去找在研究他小说的潮子 邀请他一起去吃点东西 刚得知他真实身份的潮子一开始是拒绝的 直到真有美说他这么不识趣 男人更不会对他有兴趣 他才终于识了去 这个地方挺适合寻找第二春的 真有美觉得潮子来这里 真的来对了 潮子嘴上不承认是来找男人的 但随后闲逛时 真有美发现 他看着远方小哥 望眼欲穿的眼神 让潮子的继续嘴硬 很难再自圆其说 潮子强调 那不过是年轻时喜欢的类型 现在的他有自知之谜 爱情面前还讲年龄 真有美直接帮他引起小哥的注意 小哥的船没有上乘 真有美这个老司机 把潮子带到了一家牛郎店里 让他随便选一个 潮子不喜欢这一口 想要赶紧走 结果这姐姐反而看中了一个 拉着潮子就主动出击了 帅哥叫阿猛 他一看潮子的一身衣装 就猜出他是一名主妇 有点神秘的真有美 虽然有点难度 但也猜得八九不离十 潮子好奇 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 阿猛说 因为身体不好 不能够做正常的工作 潮子觉得就是在鬼扯 但奈何这姐姐好像真的相中了 回到旅馆整个人都魂不守舍 回房间之前还感叹 女人果然还是需要男人的呢 第二天晚上 真有美又去那家店找阿猛 却发现他已经辞职了 理由还是身体不好 没有了知心姐姐的陪伴 潮子一个人在河边百无聊赖的闲逛 突然看见那个 让他心动的小哥 被两个流氓模样的人缠住了 潮子在一边认真听了听 原来是因为讨债的关系 小哥一家总共欠了一百万 对方威胁 要是再拖下去就上门 小哥鞠躬道歉求宽限 却招来了一顿打 眼看小哥又要挨打 心疼的潮子马上冲了过去 在几人意外的目光下 从包里掏出了一叠钱 刚好就是一百万 几人莫名其妙这是谁 为什么突然出现 要替他还钱 小哥也一副 我也想知道的样子 讨债的觉得不拿白不拿 潮子还不忘让他们 把欠条还给小哥 所以 潮子究竟为什么帮他还钱 就算小哥想起 他是昨天要坐船的姐姐之一 也不构成这么帮他的原因 潮子有点难为情 说那是他不由自主的原因 小哥还是不太明白 无奈问了潮子名字和住址 表示会尽快把钱还回去 潮子看着这个 叫小手的小哥哥 渐渐走远 脑海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再次冲了过去 吞吞吐吐地表示 钱可以不用还 与此同时 可不可以用这一百万 买下他与自己谈恋爱 女人遇到自己心动的人 真的会这么奋不顾身吗 小手犹豫之后 为了家人们 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但没有谈过恋爱的他 很反倒谈恋爱 究竟要做什么 以至于 今天的乐队练习 也无心练下去 家里做酒水批发的翔子 还以为 他在反倒乐队出道的问题 结果却听说了 他昨晚的奇遇 这不就相当于被包养了吗 曹子跟旅馆的邻居姐姐 分享了和小手的那些事 还拉着他一起去参谋 与小手的约会 该买一套什么样的新衣 在此之前 这位陪买衣服的真油美姐姐 也遇到了让他心动的对象 阿猛在牛郎店辞职后 他找寻胃果闷闷不乐 回家之时 却不费功夫遇见了 姐姐试探着问阿猛 是否认识某人 因为实在很相似 这也是姐姐 对他感兴趣的原因 阿猛否认 表示没有听过他所说的那个名字 之前阿猛常说自己身体不太好 别人都当他开玩笑 但实际上有苦他自己知道 几年前 他在这个叫李美的医生这里 检查出患有脑洞静脉畸形 这件事 只有他和李美已经去世的父亲知道 这个病会导致不定时的晕厥 还伴有不可控的颤抖 于是他为了不让家人操心 主动搬离了那个弟弟妹妹们 都非常依赖他的家 阿猛很不客气的 在李美的诊所住下 理由是当年他的父亲 就让他住在这个房间 后来李美查了他的病例 才得知他得了什么病 担心他既然知道自己的症状 还敢到处跑 而且又不让家人知道 阿猛的理由很简单 他只想做一个 给别人带去快乐的人 那些病痛烦恼什么的 就让他一个人承担好了 弟弟妹妹们 虽然对大哥突然离家有些埋怨 但更多的是对大哥的想念 听到这里 阿猛害怕不舍地 把拿着的一袋袋东西 放下就走了 小手发现喊了妹妹过来一起看 才应该是大哥刚刚回来过 可惜追出去人已经不见了 小手看着大哥送他的新衣服问道 如果是哥哥遇到这样的事 会怎么办 而他指的就是和曹子的契约 第二天曹子打扮一番 早早在游乐场等待着小手的到来 赴他们的首次约会 小手穿着哥哥买的新T恤 姗姗来迟 庆幸没有被放鸽子的曹子姐 主动提议先去玩玩机动游戏 但无论是什么游戏 小手都表现得无精打采 难得有趣的海豚表演 让他情不自禁地一起拍手鼓励 但被曹子一看 他又马上装作没有兴趣 就这么不情不愿的 两人的这次约会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 曹子提议去吃个晚饭 小手却突然失去了耐心 曹子理解小手的想法 但从女人的角度理解 恋爱并不只是为了那种事 而是恋爱的感觉 这么一来 从未恋爱过的小帅哥 更加不明白 相恋的男女究竟具体要做什么 曹子耐心地解释 就像今天的约会一样 吃饭逛街看电影 送女朋友回家之类的 随后两个人到了 玛丽亚旅馆门前的夜滩 吃了炖晚餐 曹子看着认真在吃东西的小手 感觉到一股甜蜜 还不忘让一旁的摊主小林 附和她的小确幸 就连生气都是这么有魅力 这该死的颜值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又把她看了进去 你说气不气 与此同时 真由美也和阿猛 在酒吧谈天说地 聊兴奋了 还把曹子用一百万 买了个男朋友的是说了出去 结果说得太用力 引起了其他客人的注意 她又厚着脸皮 一一过去解释 解释了一圈回来 阿猛总觉得 她口中 曹子的那个小帅哥 听着很熟悉 最后 在知道 小哥名字之后 才猛然发现 就是他的弟弟 觉得挺搞笑的 阿猛卖了个关子 没有说下去 第二天一早 曹子在前台等待 还没回来的真由美 想要找他 他倾诉他和小手的那些事 还没等到他 却等来了来 玛丽亚旅馆送酒的祥子 祥子看到了传闻中 包养小手的老阿姨 眼神满是鄙视 心里想着小手 是绝对不会看上他的 曹子被看得莫名其妙 这个没礼貌的丫头 究竟是什么来路 下午俩姐姐去吃东西 又遇到了这 莫名其妙的丫头骗子 同样搞不懂 这丫头在想什么的 还有小手 被遇吵子的事 搞得心烦意乱的她 还是无心练习 向祥子打听情侣之间 拍拖究竟要做些什么东西 把祥子问得怪不好意思 然后又莫名其妙的生气 让小手更搞不懂女人 在想什么东西 阿蒙解释 是认识曹子的旅馆邻居真有美 无意中透露得知的 小手这才想起她 好像也见过 阿蒙夸小手 妈妈的确没有给她取错名字 为了守护家人是蛮拼的 小手无奈道 还不是哥哥借口 去寻找什么理想 留下她照顾家庭 小手从小就崇拜哥哥 一直在模仿 包括现在祖乐团 都是受哥哥的影响 俩姐姐坐在码头 聊着各种趣事 谈及曹子和小手的下一次约会 真有美不用猜也知道 还是需要曹子主动去邀请才有戏 曹子也很奇怪 他自己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厚脸皮 兄弟俩这边聊着聊着 阿蒙也忍不住回家里 看看弟弟妹妹去 几个小的一见大哥 马上扑了过去 几年不见的失知 也发育得快不认识 趁着兴致 阿蒙忍不住想开开家里的船 几年不开 开船的手艺还没有忘记 但阿蒙却一直喊弟弟坐在他身边 以免他突然晕了过去 一开始 小手以为在开玩笑 不想搭理 但见哥哥很坚持 只好真的坐了过去 突然他看到什么东西 叫小手代替他开船 俩姐姐聊累了 各自靠着石柱 想着各自的那些 念念不忘的画面 想到一脸傻笑 回过头对视 互相嫌弃 对方花痴的模样 还死不承认 刚才就是在想男人 起身准备回去旅馆 却突然听到远处的呼唤 真有美定睛一看 这不就是他刚刚在脑海里想的对象吗 小手还被哥哥逼迫着也挥起了手 潮子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跟着跑了过去 阿蒙在船上卖力喊着 让俩姐姐到另一边的台阶 邀请他们一起上船 明白意思的两姐们 争先恐后地跑了起来 刚才还死不承认 在想男人 现在 却你追我赶的 跑得比谁都快 上船之时 潮子还从阿蒙口中 得知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好的消息 原来小手就是阿蒙的弟弟 感谢潮子照顾他弟弟 就在潮子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 真有美就想完消失 走到一半又回过头 让潮子别小气 大家先上船兜兜风去 在船上吹着惬意的海风 真有美和阿蒙充满默契 玩起了接飞吻的游戏 看到这一幕的潮子 默默把头转了过去 小手不用猜 也知道放不开 飞吻玩不起 只能将船紧急转向 带潮子玩一点刺激 潮子也感受到来自他的心意 小手和潮子的姐弟恋 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世俗对这种姐弟恋 又会怎么办 如果讨厌就拒绝 否则就不要半途而废 小手听从了哥哥建议 主动与潮子约会 可是他们年龄的差距 旁人一眼就能看清 偶遇的高中同学 还误会小手是否在做牛郎 同学表示很感兴趣 让潮子也帮他介绍几个客户 这一幕把小手惹恼 与同学起了冲突 可是对方有伙伴在场 势单力薄之下 连上前阻止的潮子也被推散 小手与潮子约定 一百万的恋爱契约 每一次的约会 就会用掉三万 小手开玩笑 他这次的受伤 不知道能值几万 想要从外表上缩小年龄差距 真有美建议 从衣着下手 而小手的哥哥 也帮他想到了这一 于是下一次的约会 潮子穿着一套 连身牛仔裤赴约 就在他等了许久 都没有看到小手出现 此时旁边一个西装男 回过了头 赫然就是小手 两人有点不好意思 又有点好笑 不知不觉间 互相都为对方做出了点变 自从上一次约会后 潮子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小手 只因小手家的水上居酒屋 进入了最忙碌的花火观光镜 潮子主动提出帮忙 但情商欠费的小手拒绝了他 在此之前 哥哥阿猛再次约了真有美 出来小拙 已经对阿猛有点心动的 李美医生 借口不放心 她的病情也跟了过来 两女都搞不懂 互相跟阿猛是什么关系 她对谁都很好 但都没有明确心意 在酒吧 喝得差不多 出去散散步 阿猛一游未尽 又去自动贩卖机买喝的 李美一时情急 让她顾及病情适量控制 害怕真有美听见 阿猛情急之下 用嘴堵住了李美的嘴 于是 一年一度的花火计 两个吃醋的姐姐 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看戏 真有美觉得挺好的 至少吃醋 是恋爱才会有的感觉 阿猛批评小手不懂女人心 潮子一定很想 与她一起看花火 说到花火 阿猛又想到了什么 一年一度的花火大会 在一次次的绽放中结束了 今年的忙碌跟去年很像 但又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早有准备的阿猛 已经出发邀约姐姐去了 小手随后也邀请失落的潮子 带她坐船 算是弥补没有与她 看花火的遗憾 潮子表示 没有遗憾 安慰自己 不过是火药爆炸而已 没什么好看 阿猛这边刚要接吻之时 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小手反应过来 肯定是哥哥阿猛做的好事 小手看着潮子入迷的侧脸 想起上次与潮子谈论 一个稳值多少钱的事 潮子一开始 就是为了找回心动的感觉 才一时冲动与小手提出了这种契约 现在搞不好 潮子会真的喜欢她 但不用旁人提醒 潮子也自知与小手的不搭 何况在一百万用完之后 他们之间的恋爱游戏也就结束 真有美同样烦恼 阿猛在想什么 阿猛明知道 她是真有美前任的代替品 也没有任何的抗拒 于是 两姐们都互相去拜托两兄弟 想想办法 让对方开心起来 小手两兄弟互相通气之后 想到了一起 坐了辆开棚跑车 带他们一起去开心开心 管他什么以后未来 至少当下开心起来 一想至此 潮子就不惜本钱 用一万一次的亲吻 对小手的脸颊亲了又亲 夏天的海滩 怎么能缺少烧烤 几人边吃边闹 让这个沙滩充满了欢笑 快乐的时光过得非常快 又到了时间讲拜拜 晚上的海风吹得很凉快 意味着夏天已经到了他的尾巴 也预示着潮子和小手的契约快要结束 这天 潮子与祥子商量 他们之间的战争没有意义 因为他和小手的契约即将结束 能带走的只有回忆 祥子同意 随即还透露 小手因为怯场 一直不敢开演唱会的消息 小手觉得同样一件事情 哥哥阿蒙总是能做得更好 他没有信心 害怕辜负了队友们的努力 潮子提出 将剩余的二十八万额度 换小手请自己 看他的演唱会 他真的很想听 也许是被潮子的真诚打动 已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契约 才同意 随后 潮子与祥子忙前忙后 为小手的演唱会做准备 得知消息的阿蒙也很惊喜 他可爱的弟弟终于战胜了自己 准备当天就约上 真由美一起捧场去 很快演唱会的工作 筹备完毕 小手在一家老小的鼓励下 向他的第一次演唱会出发 阿蒙也准时 带上真由美一起前往 走着走着 阿蒙突然坐下 以为这豁玩笑开习惯了 真由美上前 就准备把他拖起来 没想到发生的一切 是那么意外 何事呢 何、何でもない 何でもないって何よこれ 何でもない 大丈夫? 嫌だ 医者とか呼んでくようか いいんだよ いいの すぐ叩まるから すぐだから このまま じっとしてもいいから 頼む Chris 而此时的潮子 看着台上发光发热的小手 非常地为他高兴 同时也意味着 他和小手的约定已经完成 一念至此 潮子就带着些许的失落离开 阿蒙此时躺在真由美的腿上 谈论着自己的理想 他曾经养过一只猫 这只猫在将要死去之时 躲到了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 他在人们心中还没有死去 演唱会过后 小手去找中途离开的潮子 说他没有遵守约定 看了一半就走了 所以他们的契约 还有一半的余额14万 有些意外的潮子表示 如果还有剩余的话 他想让小手紧紧地抱住他 潮子还不忘比了两万的首饰 小手没有犹豫 加了一万之后抱了过去 此时的真由美也将阿猛报警 他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阿猛无法答应 保证不死在他之前 过了几天 阿猛带着李美医生 又出现在玛丽亚旅馆 邀请大家一起到 他们家的船上玩一玩 阿猛在船上说 他喜欢看到女人 在恋爱中的脸 那是因为在还小的时候 妈妈带着他嫁到现在这个家 当时展现出的幸福模样 以至于年幼时 还非常生气妈妈 找到心欢的他 也从此接受了这个家 大家这才明白 阿猛与小手几兄妹 是同母异父的关系 也明白了 为什么阿猛乐此不疲地 带给女人恋爱的感觉 而此时的大家还没意识到 这就是阿猛的告诺 第二天 李美医生从诊所跑来旅馆 紧张地问大家 是否知道阿猛的下落 真由美表现得并不意外 因为阿猛说过 想要学那只猫的想法 随后他让李美 给小手解释了 他哥哥一直以来隐瞒的病情 曹子找到独自在河边的小手 面对是情侣 又是姐姐的曹子 小手卸下了倔强 就这么一直陪伴着到了晚上 曹子希望他们的契约 可以保留一万 他希望这一万 可以在将来的某一天相遇之时 即便他已经成为了老太婆 小手也能够不嫌弃地 以他打一声招呼 小手笑道 曹子挺狡猾的 这样契约 不就永远无法结束了吗 不过小手最后还是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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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这段最后的长吻 再舍不得 曹子也要强迫自己踏上新的人生 真有美完成了他的小说连载 旅馆老板娘也终于等到了他的梦中情人 旅馆也失去了他开下去的意义 曹子他们与老板娘一一告别之后 再乘着来送他们一程的小手的船 去往那个新生的方向 要是在这种地方的吗 母亲 是的 有没有 大夫人已有两人 什么呢 最训练 不说 不说 我 不说 一官 列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